我遇過一個觀眾 我們在深圳做一個show之後 大家聊天 他說現在在深圳 我們年輕人玩樂隊很辛苦 很多人說我們不要玩 我一定要堅持 無論如何我都要一直玩 不要理會 我上台後要發洩 我發洩還要砍爆頭 但他還未完 我砍爆頭之後 流血不重要我繼續玩 我都要繼續玩 我得到他的心聲 堅持完再玩再堅持 他交換了電話 等Dao貞再上台 我再堅持我和你們 對呀 他說這個 Tim因為 其實他背負這個 起控煽動人群的責任 滴地 暴亂者心中 那你想想 譬如一間商場很光 那些小朋友覺得 不然 有些牌 那你怎麼做呢 其實那一刻我彈 我也想看看他做什麼 好 對一個台幾尺 對一尺來講 四五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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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高 耶 他有個音樂 break 他跳下去 死了 怎麼上回去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跑回來了 然後我叫他跑了 我以為他發瘋了 跑了 怎麼知道原來跑回到後台 跑回到後台 然後跑回到後台 然後跑回到後台 然後他打到後台 哇 我上過這些 真的一時時而已 所以有時候 我看到 這些人都沒有什麼反應 打算看一看 他的顏色有什麼 說 我在打鼓鼻 我的手就動 看見觀眾的頭 是跟著我的手一起動 就知道 原來是同性的 觀眾讓我的節奏感動得到 有一次 有一本雜誌 他們的辦公室在上環 唐樓的商業大廈 很有趣的 天台就是鋪了一些人做草皮 然後我跟雜誌的老總 他跟我說 你這個地方可以用嗎 他說如果是我們自己 抬一些吉他 抬一些喇叭上來 他說是不是 我說 你說OK的 我立刻抬上來 那我抬一些飲品 上來 玩耳朵的 晚上黃昏時間 看著星星 在那裡彈一下歌 然後燒一下食物 喝一下飲品 對方這一輩 是他的細胞 以我無論有多驚訝 面對不變害怕 搖滾樂隊很難去生存 很難去運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玩的時候真的要很享受 真的喜歡音樂 儘管你的技術 不是世界第一 也好 一定會感動到有人 有人去看你 這個很重要 真的要在你的心裡 你真的很喜歡玩耳朵 我愛你 你真的很喜歡 我愛你 我愛你